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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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现代的哲学的基础是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它包括复科的理论 复科的话语权力理论 复科的历史普系学 包括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 还有罗拉巴特的符号学 那么这些都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 当然比如说在处理某些人物 你像沙特 沙特是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 沙特是现代主义的典型的作家 是吧 他的那些作品 但是有时候又能把沙特的一些哲学思想 称之为后现代主义 但是哈德哥呢 大家又觉得奇怪 是吧 哈德哥是沙特的 可以说是沙特的老师 虽然说沙特没有向他学习 我们通常认为沙特的存在于虚无 是哈德哥的存在于时间的 法文的通述写本 是吧 是哲学史家们是这么能理解的 但是沙特是现代主义 哈德哥是后现代主义 这个所以时间上 这个是大家很难去理解的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现性的一个过程 按照我多次跟大家说过 尼采是后现代主义 在哈维尔马斯看起来 尼采开启的后现代主义 那巴塔耶 是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巴塔耶过去被叫做现代开 现在呢 又把它称之为后现代主义 而且是非常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 那么在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 这样一些标识 主要是来自解构主义 最极端的 最典型的 是来自解构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但是大家又要注意到 德里达声称 它不是后现代主义 它认为根本不存在后现代主义 它说它使用后现代主义的时候 这个概念的时候 是因为它找不到别的词 它才用这个词 德里达本能不承认它后现代主义 大家注意 当我们把德里达称之为最典型和最极端的那个 就像马克思说 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大家知道吗 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 我们称之为的后现代的那些东西 其实很多是来自解构主义 来自对解构主义的理解 然后在艺术上 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 它和文学上是不太一样的 文学上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 是美国的实验小说 就是John Bass Bassam Fernigata Pinchin Tomas Pinchin 那么 苏山桑塔格 这些是最典型的后现代实验小说 那么再往外扩展 你像意大利的卡维诺 这是典型的后现代小说 我们说大不科夫 这是后现代小说 巧伊斯 尤利西斯是现代主义 芬尼根 守灵是后现代主义 这些我不知道在大家的划分中有没有困难 大家会感到 会困难 会混 会乱了吗 那么我告诉你们 你们稍微过一段时间 你们就一眼就可以识别 这个是现代还是后现代 现在还识别不出来 过一段就识别出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凭感觉 某种意义上凭感觉 就是说你感觉它像现在 就现在 你感觉它像后现代 就像你觉得你 同书社的那个同学是好的 你就觉得是好的 你觉得它是坏的 你就觉得它是坏的 所以后现代是一个感觉 重要是一个感觉 你感觉到它的哪一个方面 所以你说王硕是现代后现代 王硕是后现代 冯小刚是现代和后现代 张艺谋呢 陈凯歌是现代 张艺谋有点后现代 不是说后现代比现代高级 我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没这个意思 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 他们都要论定自己 做一个现代主义者 但是呢 杰姆逊 1985年底 在北大讲 后现代文化理论 被认为是在中国传播 后现代的开山祖师 是吧 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这套的理论 它本身也后现代化了 因为他们在猛烈的极烈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当中 它本身也变成后现代 所以当时很奇怪 就是说这个 大家知道 在八十年代 后期和九十年代 初期我们搞后现代的 在是很可疑的 尽量会遭到一个怀疑 大家会知道 你研究后现代 那么你也变成后现代 后现代被认为是不要忠心 不要中期关怀 不要标准 什么都可以 用他们话来说就乱搞 然后他们觉得很奇怪 你看我们北大中文系 有两个搞后现代的 一个是我 一个是张英武 但是所有的人都离婚了 接了几次婚了 北大中文系 不是所有人 所以我们现代 我们现代的很多的老师 都接了几次婚 离了几次婚 又接了几次婚 这很好 我觉得这非常好 这当然是非常好 但只有两个搞后现代的人 是吧 他们这个不离婚 是吧 他们一直不离婚 这非常奇怪 但是这个是 就是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没有 那明天就不知道 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今后怎么样 这就不好说了 那是另一回事 就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是个现代主义者 所以他们说 你们怎么后现代的 就怀疑 就是我跟这个张英武 这个 这个 后现代的这个 纯粹性 那么 有同学 还有一次问我说 哎呀 看到张老师 这个陪着他的太太 一起到超市去买菜 还拿一个网兜 还提着一网兜的菜 这能是后现代吗 后现代还要买菜吗 这个 这个就是 老师就问我 这个 所以我一直很难回答 这个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我说这个后现代也得吃饭 是吧 也得这个睡觉 这个 他认为 别人都会认为 他有能文精神 是吧 讲究道德 高尚 能文关怀 这些人 他们都被认为 自己有能文精神 道德高尚 也以为 别人都会这样认为 别人也必须这样认为 他道德高尚 你想坚持马克思主义 是吧 在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汉卫马克思主义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 都会被认为 或者说 他自己认为 别人应该 避狼 认为他们是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说 这个搞后现代 就是不要标准 不要中心 就是乱来 就是乱搞 实际上不是这样 后现代都很严谨 都很严肃 都很论真 但是呢 我们在理论上的概括 这个后现代的文学 它是 和艺术 以及大众文化 它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但是抽象出来 它们都一样 但实际上的表现 它们甚至截然相反 是吧 先后文学 美国的实验小说 它是非常激进的 它都是拼贴 是吧 讲叙述 变幻时空 那文本非常的 这样一个激烈 破碎 非常激进 美术方面呢 它去深度 拆除中心 是吧 反反中心 你看那些 大家看过这个沃霍尔的画 是吧 它把这个麦当劳 不不 麦当娜 是吧 麦当娜 麦当娜 和可口可乐 这个拼在一起 是吧 然后这些 可口可乐的图片 这些就变成这个 后现代 你像这个杜善 他把这个抽水马桶 叫做拳 是吧 这也是后现代 那这就是 跟乱稿差不多 是吧 装置艺术 这是后现代 它已经反抗这种 传统的 经典的 现代主义的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 现代派 它还要通过油画 通过画 它要什么呢 它就把自行车 轮子 骑坏的轮子 往墙上一挂 这就是艺术 这它搞装置 那么 像这个劳生伯格的 他就在 画一个图 是吧 刷上一些白的油漆 平面 但是这 三岁的小孩 也能搞 是吧 刷上油漆 这是后现代 所以在绘画方面 它是这种东西 然后呢 有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 大家知道 这是后现代 是吧 那个就是 中国有窃苹果 他们买了几桶苹果 叫大家一起看 大家能拿到窃苹果 中国搞过好几次 最激进的 叫做吃死鹰 是吧 他们从这个 做人流的那个 妇科医院里面 把那个死的鹰儿拿来 拿来在那里当场来吃 然后这个是最近 后来被警察给 给禁止了 那么中国有一个 做行为艺术 最激进的 叫古文达 他呢 是怎么办 他向全世界 增集了两千位妇女的 月经代 这个很恶心 我觉得是不难以理解 然后居然全世界 有两千个妇女 给他寄来那个东西 就是他们每个月来 立架的 来立架的那个纸 里面有他们的精血 古文达就把它收藏起来 收藏起来 跟它晾 晾干 然后每一个标上 这个作品多少号 他问题是什么 他到全世界去寻回展览 他是非常轰动的 他这个现在 很多博物馆 现在好像是收藏在 美国一个 非常有名的博物馆里 他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但是他在两个地方 被拒绝入境 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是澳大利亚 他被拒绝入境 一个在中国 他是中国人 但中国拒绝他入境 但是他在全世界 现在非常受到 很大的欢迎 至于关于这个行为艺术 关于这个装置艺术 大家知道的都很多了 是吧 非常非常寂静 非常寂静 但现在还出现什么 方案艺术 我也没跟大家讲过 方案艺术 没有吧 现在方案艺术 就是说他把记者 观众都叫来 叫在一个像这个厂子里 他坐在这里 他坐了这个十分钟 然后跟大家宣布说 好 我的作品发布完了 那大家说 你作品在哪里 作品在我脑子里 我刚在这十分钟 我就想着我的作品 这叫方案 大家知道吗 我有方案 方案艺术 大家都来 大家说 这我也看不到 也摸不着 就行为艺术 他还要搞一点动作 是吧 装置艺术 大家要搞一点物件 他就在他脑子里 坐在这里一想 方案艺术 所以现代艺术 发展到这个地方 这就跟骗子一样 骗局 是吧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方案艺术的大师 是吧 就是 所以现代艺术 后现代艺术 发展到这一步 我觉得 我在艺术上 说句实话 我对这些后现代 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还是很有心诚疑虑的 我有一年到德国 那应该是一九九八年 德国那个 有一个大学生 有一个大学生 他已经毕业了 他已经在工作 他就说 一定要我去看那个波恩 在波恩举办的中国女子 这个前卫艺术展 哎呀 他说好奇了 非常棒 一定要我去看 然后他开车车就把我带到波恩去 我就去看 去看的是什么了 实际上就是中国 那个民间 死人的 做那个葬礼的 那些东西 就是匹马带笑的 挂在一些墙上 然后那个床部上 挂了一些白纸 然后一些花圈的 一些七冲八冲 一走进去 就拿布置一个灵堂等等 我说这是什么玩意 我说这东西也能叫做那个 哎呀 他说这个非常轰动 他在他们那里看了 这个非常 非常有挑战性 然后等等等等 所以就说 后现代的艺术发展到这一步 到底是 到底是一个 怎么回事 是吧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给大家 大家看过那个 张小刚的那个家庭 那个画吗 我不知道我这里有没有 没有 我这个 这个忧盘给我下下去了 但再找出来也很麻烦 家庭 我以后下一次吧 下一次在别的课里边 讲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插进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之间的文学 艺术 是吧 音乐 因为摇滚 这个是后现代 是吧 摇滚是后现代 披头饰是现代 后面的这个 重金属这些 然后这个 什么歌特音乐 这个你们都知道 是吧 这个是后现代 那么我不知道 笔月科 笔月科是后现代吗 笔月科是后现代 这个 这些可能都要 都要 真一可是后现代 还是 还有这个 李宇春呢 超女 超女整个 应该可以叫做后现代 这个可以后现代 就是这种流行 其实呢 流行文化本身是后现代 流行文化 大中文化 这个是后现代 所以这些后现代 你发现了 它已经没有逻辑 没有章法 是吧 它就是娱乐 恶搞 这是后现代 还有前一段 大家流行的 那个雷伦的 台词 那个什么 流行花园 是吧 叫什么 你们 我一说你们就知道 现在台词 全部乱七八糟 是吧 和雷伦 完全没有逻辑 这个就后现代 但是 他就喜欢这个 是吧 那么大家看 这个韩寒和郭敬明 哪个是现代 哪个是后现代 我认为 我认为韩寒是现代 郭敬明是后现代 韩寒还有立场 他批判 是吧 他要坚持一种东西 是吧 所以不能够说 现代和后现代 是好和坏 是吧 是一种什么 那么张月兰 是现代和后现代 我觉得张月兰 偏现代 但是他 也更多的后现代 所以他这后现代 也是千变万化 所以其实只要你一说 这几乎有一点分 男和女 你们一看 就知道 这个是男的女的 是吧 但是有很多男女 都很难分别看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 他平时是一种感觉 平时是一种感觉 平时是一种感觉 而且现代和后现代的这种界限 他会混淆 他会混淆 他本身会混杂 所以我们在 先锋文学那里 把它称之后现代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一个实验文学的意义上 来描述它的 特别是来自这样一个理论批评的 理论批评的这样一种背景 所以我们说 先锋小说后现代 我列出了几点 一 对中心或本源的拆除 是吧 你比如说像格飞的小说 他这个没有中心 过去小说有个中心人物 然后呢 小说叙述的有它的节奏 有推向高潮 有最重要的部分 结果它最重要的部分 它是缺除的 缺失的 是吧 那孙甘露的小说 也是非常极端 像他写的小说 《情侣的猜迷》 他同时在写两篇小说 是吧 你搞不清楚 它是哪一篇小说 这个人物变来变去 它没有本源 是吧 同时呢 他的这种表现 在恒大程度上 他没有现实的一种依据 他的一种强大的虚构性 以及对现实的一种 预言式的一种表达 你像于华的《河边的错误》 于华的这样一个 1986年 是吧 你像他的这个 《现实一种》 这个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北风呼啸》的中武 你像比如这些小民族 非常极端 世事如焉 是吧 那里面人物就是符号 所以他没有中心 是吧 他没有这样一个本源 第二个是对宏大历史叙事 完整性的结构 过去我们想说是一个完整性 前面他跟他讲过 那革命历史小说 红西埔也好 这个燕阳天也好 这个保卫延安 是吧 《三红一创保林青山》 这些宏大叙事 他都有完整性 像《青春之歌》 《临到镜》 是吧 从一个这样一个 颠沛流离的一个青春的少女 在党 早到党 是吧 开始是跟一个这个旧式的文伦 一起生活 北大中文系的生活 是吧 后来这个生活的布鲁一伦 早上 早上革命的道路 在党的启发下 一会儿步的早上革命的道路 它是完整的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而且这些活动 必须要有足够的逻辑 充分的说明 是促使他 投身于和公众相结合的道路 是吧 参加一二九个运动 是吧 游行 这个 然后走于公众相结合的道路 它是完整的 但是你看现在的这些小说 像格飞的褐色鸟群 是吧 它的几个圈套套在一起 寻找的是一个细微的差异 你像格飞的风情也是这样 是吧 那格飞还有大年青皇 他都是这样 他关键的部位都缺乏了 他没有追求完整性 当然大家会说 长篇小说又如何呢 是吧 长篇小说 这样一个长篇 他们的长篇小说 在这方面 于华的在细语中呼喊 他也有某种完整性 也有他的某种对称 所以在完整性和对称这方面 是相对的 在细语中呼喊 他开始是怎么离开家 一开始叙述 是吧 一个小孩在夜间听到那种呼喊 那小说最后他又回到南门了 是吧 回到南门 他有这样一个 也有一种完整和对称 像这个孙甘露的呼吸 他追求的是一种对称 他小说在追求对称 但是他这样一个对称 他是一个形式的方式来表现的 他不是像这样一个 过去的跟历史叙事 他是靠故事 靠里边人物的成长 靠里边和历史同步 发生了这种逻辑来展开 他完全是一个在形式的意义上去玩弄的 是吧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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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